跨洞是最长的一条 那么我们刚刚介绍了兰州的第二个就是科学文化 比较发达一个城市 那么中国科学院大家都知道 中国科学院有三个研究所 那么其中这三个研究所相当于名其 一个叫冰川洞土研究所 就是研究冰川的 像新疆的晃冰川 甘肃的七宾川 冰川的中心在兰州 每年的南极科学考察 都有中国兰州的科学家去 那么中国人第一个登上南极科学考察站的 您可能有些听说了 1990年一共有六个人登上南极州的 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 这个中国人是谁呢 就是兰州出去的 叫秦大国 那么他呢 现在是做国家气象局的局长 这是南极州出去的 这是那些科研 那么他的科研 除了这个冰川洞土研研究所呢 大家肯定你们已经知道 对吧 这个西北呢 包括我们刚才说 这个沙尘墨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游戏线的沙尘墨 不仅是影响了我们甘肃了 影响了香港 一些的科研人才 在全国占的第五倍 那么再有可以说 给大家记住啊 这么多南极州的好 这个展览中 这么多的这个文化呀 文交错等等吧 给大家告诉 大家记住五年 南极州呢 叫五城之说 第一个城呢 刚刚说 南极州的第一个城呢 叫什么城呢 叫中心城 中就中间的中 中心嘛 中心地带 什么叫中心城呢 你可以看看中国地图 南极州呢 是在地头上来说 中国地理板块 最中间的位置 从距离上来说 从南极州 往最东端 是黑龙江的沃河 它的直线距离 是2400公里 往最西 南极州往最西呢 是新加的一个 高科线 那么它的这个距离呢 也是2400公里 往最北端 黑龙江的一个县 那么也是2100公里 往最南的 海南的三亚 2100公里 所以东南西北啊 南极州呢 是最中间的位置 所以呢 把它叫中心城 这个称号呢 不是我现在说出来的 是在二十年代呢 当时呢 我们的国父 孙中心先生 他呢 就曾经有个这样的 宏伟的设想 把南极州 作为中国的首都 但是后来呢 一直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可以说 得到这个实行啊 假如当时 如果行一程的话 中国的首都 就在南极了 这在二十年代 那么这个呢 大家呢 我想呢 是 可以说是 用气很好呀 到达中国的心脏部分 中国心脏部分 在南极 是第一个城 第二个城呢 南极呢 叫多桥城 桥就是桥 桥梁 一些冰的啊 人们呢 就过河 过河 过河呢 在腰里面 然后过去 腰里面呢 就长了一个 长长的这种 这个木杆呢 绑在腰上 然后呢 就是从冰面上 就踩过去了 就过了 保持平 这是冬天了 那么夏天 或者是其他 之前怎么过河呢 过去呢 就人们呢 用一种简单的 而且原始的一种 交通工具 当时没有船呀 对了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 就说在我们当地呢 这个 人们喜欢吃这个羊肉 吃牛肉 那么这个羊肉 没真的 那么这个羊 对羊肉 也叫天下黄河低桥 这个铁桥呢 明天下午 就明天早上呢 我们要必须参观一下 这个铁桥 那么除了这个铁桥 最早的之外 其他呢 见到都是很多的 这个刮的种子呢 不是我们兰州的 而是来自呢 美国的 这个白龙刮的 刮的种子呢 在四十年代初期吧 当时美国一个副总统 叫华莱士 那么他呢 是来自估计的 这一道 再来自估计的 这一道 是来自估计的 这一道 是来自估计的 是来自估计的 颅 一道 一道 这一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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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